最初,叙利亚和埃及基督徒基本上就等于是费拉,阿拉伯穆斯人基本上是征服者。 但是另外也有一些像蒙古人一样的阿拉伯基督徒,虽然信奉基督徒,但是也被算在征服者的行李里面了,留了一个缺口。 然后接下来就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徒费拉大量地改进了伊斯兰教,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纳人民税了,显得十分占便宜。 但是他们改进了穆斯兰以后仍然照例地不能打仗,像是辛亥连接杭州的巴西一样,但是军队还必须维持。 于是,大体上来讲,五麦叶王朝的哈里发是阿拉伯特权主义者,像迁隆以前的满洲人一样。 他们对于A,伊斯兰教是普世宗教,不能不准别人加入,B,加入了以后朝廷就没有钱,加入以后大家都不拉税,这怎么能行? 他们的朝廷基本上是阿拉伯骑士,企图维持阿拉伯人相对于其他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优越性,这样是他们显得十分孤立。 最后被那些新改姓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其他敌对势力,原来阿拉伯党派进入中以后敌对势力联盟打倒了。 阿拉伯斯王朝就干脆放弃了阿拉伯穆斯林当兵来统治非阿拉伯非穆斯林的政策,直接了当地让波斯人的文官做士大夫,让突厥人们的蛮族歧视给他们做敌美军。 无论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以后不管人金税了,通通拿土地税和财产税。这样一来,穆斯林本身就会拉化了。 于是,穆斯林内部就有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人这样的蛮族团体,统治通常也是会拉的,无论你是科普特基督徒还是埃及的普通穆斯林那样会拉的格局。 这就是所谓的马姆·鲁克集团。马姆·鲁克集团从总统上讲其实是乌克兰那种突厥人的一个中和,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的。 而早在马姆·鲁克接管埃及以前,统治埃及的假哈利发王朝自己已经出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哈里发,但是这几个金发碧眼的哈里发对十字军战争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反倒是极力主张迫害基督徒的人。这个也可以见总统主义是极不靠谱的东西。 而西方的十字军出于误会,把东方基督徒想象成为跟他们自己一样的,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侮辱,于是纷纷动员起来跑去援助圣地,然后他们领教了东方基督徒以后,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东方基督徒其实跟现在中国的费拉,我一看着他们就想到今天的基前爷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在穆斯林统治之下,狠狠击击地表示他们受到了压迫,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想当兵或者接受被统治。 他们要求西方的基督徒来解救他们,像今天的之前也要求美国人来解救他们一样。 然后十字军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国,把西方的封建制度推行到东方。于是,东方基督徒又颇口大麻说你们是假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来比较好。 穆斯林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交几个钱,自己过自己安分的日子,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你们来了,这也折腾,那也折腾,我们受不了我们的折腾。还是穆斯林来比较好,我们要请塞亚苏人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赫德·里克·史密斯,他应该是冷战时期的美国记者,写过一部书《俄国人》描绘他的苏联经历。 他有一句总结是这样的,反对共产党的苏联人并不是想要过美国人的生活,他们是想要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苏联。 除了没有共产党以外,苏联其他方面跟原来的一模一样。但是问题在于,苏联就是共产党的创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还能有苏联吗? 所以,自然而然,这些人在共产党真的倒台以后,很快就十分不满意,把普京选上台。我们必须认为,普京是有民意支持的,他不是像列宁那样杀人如麻上台的。 大多数俄罗斯人想要的并不是少数自由派想要的西方话,那种西方话必然导致俄罗斯的解体,而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帝国,就像索尔人尼琴一样。 经历了苏联共产党的暴政,看得还是撒谎好啊。我在苏联的时候一度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感到这种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 那么怎么样日子才能过得下去呢?还是撒谎好,没有问题。但是撒谎不能回来,我们就拥护普京做新撒谎好了。 这就是普京政权成立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依据。